而講到這個天價 根據外媒報導 輝達的市值在本週是首次達到了1兆美元的里程碑 花費了創辦人黃仁勳24年4個月又8天的時間 來達成這個里程碑 詳細情形我們交給資深記者張允熙 好上週國內最夯的科技話題就是輝達了 主要還是因為輝達 他己身兆元俱樂部的一元 他花了24年4個月又8天 是全美第七家的公司 前面六家是誰呢 大家很熟悉的第一名是蘋果 再來是亞馬遜、微軟 還有是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還有Facebook的母公司Meta 再來是特斯拉 然後才是輝達 蘋果的部分 他是第一家抵達兆元門檻的公司 不過他花的時間也是最久的 他花了3、27年7個月又15天 不過在上兆元之後 他很快就到兩兆了 只花兩年的時間 甚至不到兩年 他又上了三兆 不過大家知道 市值其實是有波動的 目前蘋果的市值 大概是在2.79兆左右 另外有兩家已經疊下兆元俱樂部了 包括Meta還有Tesla Meta其實他是最快抵達兆元俱樂部的 他只花了9年一個月又10天 另外Tesla他花了11年3個月又26天 那麼同樣也是財經焦點了 巴龍週刊是報導了投資專家還有理財顧問 對於未來10年全球經濟還有科技變遷的展望 整理出五大趨勢值得投資人關注 我們再交給允熙 美國的財經週刊巴龍點名了五大新的趨勢 第一個當然要來看的是AI AI專家認為應用相當廣泛 舉例來說像是素食店會用機器人點餐 甚至像是投資的公司 摩根納通 他就開始提供客戶選股 也是透過AI的方式 專家認為受益的不只是 像是以硬體為主的輝打 各行各業都可能在AI上有發展 另外在醫藥的部分 包括像是基因療法 可能會改善遺傳疾病 還有像是減肥藥的問世 主要還是因為減肥人口相當的多 全球大概有19到20億人是受減肥所苦的 這個數字跟1975年相比是多了三倍了 所以如果一個有效的減肥藥 買的人是很多的 再來是印度的崛起 印度已經超過中國大陸 是目前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 特別有四成都是25歲以下的青年 專家認為人口紅利是相當高的 另外一個則是 很多國家開始擺脫大陸的依賴 都把供應鏈移到印度去了 而大量的資金湧入 專家認為現在可以看的就是印度的金融股 在資源的部分先來看水 其實不只是農作物 像是生產晶片也很需要水 所以專家認為說 相當要依賴這個水的企業 其實要好好想想 接下來怎麼應對 如果缺水時該怎麼辦 能源的部分 其實大家都在想乾淨能源 舉例來說像是風力太陽能其實需要投入很高成本的 再來像現在很夯的電動車也是需要擴充 充電站也需要一些投資 還有一些國家則開始思考 是不是要把核能也重新的再列入考量 而鏡頭回到台灣 2022年全台前十大的高收入房貸族的購物熱區當中 苗栗縣還有台東縣以及嘉義市 竟然是已經超越了主要都會去上榜 怎麼回事 我們再請允熙帶我們了解 好很多人都認為大都市的房價比較貴 不過今天這個調查 高收入房貸族的占比 其實很多人意外 因為我們來看 除了像是雙北 還有被認為高收入的新竹縣市 跟其他六都以外 有三個縣市都有上榜 分別是苗栗台東跟嘉義 專家認為 其實高收入族群的買房考量 第一個當然是居住 再來是希望能有增值的潛力 還有個人的規劃 因此套用到這三個 很多人意外的縣市 就可以一窺端倪了 包括在增值潛力的部分 很多人選苗栗 主要還是因為苗栗臨近新竹 會吸引竹科的人 再來是高速公路 這個高價的路段 其實也要難延 對苗栗也是有幫助的 台東的部分 就是跟個人規劃有關了 很多退休族群 喜歡到台東來置產 另一個原因也是台東現在交通 有比以前更好了 包括像是鐵路的電氣化 還有新的台鐵的列車投入營運 另外就是南迴公路的改善 嘉義市的部分 則是其實嘉義的收入 還算蠻高的 他們的每戶可支配年收 101.6萬 這個數字其實是高過台南的 而嘉義市的製造業跟醫療很發達 房價相對是偏低的區域 因此外界認為說嘉義還有一些補漲的空間 除了財經的話題之外 也歡迎拿出手機掃描課告後 上TVB的新聞網 來了解更多的新聞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